主期总处公布了社会与民间消费成长和出口的表现 优于预期 第二季的GDP概估值达到3.84% 比五月份的预测值大幅增加了1.05个百分点 更创下去年第一季以来单季的新高水准 走进百货卖场 民众大包小包 贵级结账动作更是没停过 景气终于谷底回温 复苏脚步加快 7月消费者新兴指数连续第二个月创新高 也带动第二季经济成长率 创下6季以来最佳记录 在第二季来讲 整个经济就是持续的稳定复苏 主要是商品和服务输出 在第二季是实质成长4.45% 比预测的3.32%高出了1.13个百分点所带动的 主期总处公布第二季GDP概估值 社会电子机械以及基本金属出口带动达到3.84% 较5月预测的2.79%大增1.05个百分点 实质GDP约3兆8974亿元 第二季的这个经济成长率3.84% 是近6季以来最好的 那也是这个连续三季的往上 往上走的一个情况 其实不止台湾经济成长开红盘 美国最新公布第二季GDP更达到4% 远优于市场预期 第一季GDP萎缩幅度 也从原本的2.9%缩小到2.1% 凸显第一季的萎缩 只是受到寒冬的季节性因素影响 市场乐观态度不变 富士学路关羽台北报道